大陆太空船神舟13号成功升空后 三名太空人第一天工作 先和大家报平安 在失众环境中 王亚平辫子向上竖起的模样 冲上大陆新闻热搜 正因为王亚平的一举一动 都是这次任务的焦点 官方特别事先替他准备了专属福利 允许化妆品带上太空船 让王亚平美到太空去 但执行太空任务不能只讲究颜值 专家进一步解释 王亚平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优势 这个微重的环境下 女航天员的雌激素和美的代谢 优于男航天员 所以他认为是比较适合 长期太空生活的 男女都一样有优势 当然也有先天难以克服的状况 在月经期间出舱的话 进行太空行走的话 是容易得减压病 专家口中的减压病就是俗称的潜水肤病 是人体因为周遭环境压力 急速降低造成的疾病 患者会感觉疲惫 关节痛 甚至出现视觉障碍 为了降低王亚平染病风险 他接下来半年在太空中 遇到惊奇将会避开出舱任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